加油 加油 大規模的道路凌減 民眾都在黨委職過拆起的電線三天 在原來的交通要渡來渡到 對處警方表示 會合轉過新的交通大計劃 重點對汽車前後做使用安全帶 以及喝酒開車頂的委員案件來加強處理 我們各縣市的各個主要道路 來實施定點一個路檢難查的情路 針對酒後駕車以及二要開始局地 自小客車駕駛人前座後座乘客 為使用安全帶的部分 我們連續三天 會在線內的各主要道路 來實施燃查局地 其中警方也表示 應該是因為全民生的成功賺到 人間勤務當中都要查到 後做新客不輸用安全帶的進行 但要是有發言教授民眾 喝酒後開車的案件 對出健康也是一載後駕駛人 有喝酒到千萬五湯開車 酒後駕車是國人三大 車後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希望我們民眾 千萬不要酒後駕車 我們這幾天會在春安工作期間 要加強來執行起立的工作 請民眾不要信存假性 有喝酒的話千萬不要開車 它會避免造成這個害人又害羈的不幸事件發生 不管是歐洲賣 蓋車 大火車 訂車量 環境都認真最小的騎車 對出健康也講到 人家要沒得 絕對不是要對民眾開發堂 只是要確保民眾都了解 開車安全的重要性 記者檢測採訪報道